那最後我們簡單講一下乳癌治療後的胃教 那治療期間病人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吃什麼或做什麼預防復發 那我想最主要原則就是 我們要盡量減少體內的女性荷爾蒙濃度 那我們可以分成停經前 磁吸素主要來自於卵巢的觀念 那停經後主要是磁吸素膠來自於皮下脂肪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抗荷爾蒙藥物 其實要吃得夠久 那不要自行停藥 因為我們就是看過病人忘了回來追蹤 然後藥也忘了吃 吃了兩年之後 後來大概第三第四年就復發了 所以藥不要亂停 那另外就是要定期回診追蹤 那現在證據力比較強 跟治療後復發比較有關係的 應該是肥胖還有BMI 所以就是我們會建議就是 體脂肪含量越低越好 那最好有運動的習慣 多出去走一走 那另外就是少吃高熱量的食物 好其他 這個都是有證據的 但是因為時間不夠 我們就是簡單提示一下 其他的危險因子 包括就是年紀比較輕的病人 他相對年紀大的病人就是 他的復發率就是會比較高 另外就是種族 這個我們講這個都要很有科學證據 不能隨便亂講 尤其現在人權高漲 我們要按照科學數據來講的話 在美國就在美國來說 他們的數據就是 黑人就是比白人更容易復發更轉 好另外就是抽菸 現在還在抽菸的病人 他會比以前曾經抽過菸 現在戒掉了 或是比從來沒有抽過菸的病人 更容易復發 所以戒菸也應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位教 好另外就是乳房的腫瘤的位置 內側會比外側高 這有可能是因為內側腫瘤 我們比較會去低估他的那個 腋下淋巴轉移的機會 好然後當然就是用 就是說用藥期間如果停經的話 理論上效果會比較好 好那食物方面 好這個簡單講 當然就是說 食物裡面有一些是含有女性荷爾蒙濃度高 像蜂王乳這種是動物性的雌激素 這個要很小心 盡量就不要去使用 然後植物性的雌激素的話 這就是比較有爭議 我想這個如果在場有營養師 或是我們陳理事長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就是其實植物性的雌激素 它目前很多臨床研究 大概是說它 它是有保護作用 就是說反而是會降低乳癌的復發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是癌有的話 還是盡可能去避免 是這樣的東西 那其他像是乳製品 起司乳酪或是一些紅肉 或是一些容易造成 這個蛋白質變質的東西 我們都要很小心 好最後一頁 我想在正規的癌症治療方面 都研究很透徹之外 我們其他其實我們知道天然食物裡面 是有一些防癌或是減緩腫瘤生長效果 那舉例 比如說這個C C它很多研究證實它可以抵抗腫瘤生長 增強免疫力 那我們自己在臨床上也看過 就是病人有服用C的話 包括肺癌、肝癌或乳癌病人 它的腫瘤生長速度確實又比較緩慢 另外在牛腫瘤 牛腫瘤也是在很多研究是證實可以抑制乳癌細胞生長 也可以增加免疫力 陳理事長 之前有一篇文章大概也是探討 牛腫瘤對乳癌的影響 我們自己在臨床上大概也是看過 就是肝癌或乳癌病人 如果同時治療期間同時使用牛腫瘤 它的腫瘤生長確實會慢一點 其他像Q10 Q10它對乳癌也有一些研究認定 認為它有減緩乳癌生長 當然它還可以降血壓保護心血管 另外就是薑黃有抑制腫瘤生長的效果 白梨乳醇可能是預防的效果 有些文章是認為它有潛在抑制腫瘤能力 或是輔助化療效果 天然食物還有像茄紅素、花青素、耳茶素 這些其實都是有妨癌的效果 可能沒有抑制腫瘤生長 但是可以妨癌 要注意的是茄紅素是要加熱煮熟 它有比較有抗氧化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演講跟大家做個分享 謝謝 謝謝張醫師 把我年輕時候對牛章師研究的文章拿出來 我這邊有一個簡單問題問張醫師 我們乳癌的病人有時候會做重建的手術 在這個放射治療跟重建手術的順序 到底是應該怎麼樣 請你簡單的回答一下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問題 這個在我們臨床上也會遇到 目前的研究大概是 結論應該是說沒有差異 沒有差異 就是你順序上應該是都可以 外觀上也是差異不大 重建完再做放射線治療 並不會影響到它的那個乳房的重建的那個美觀 對目前看起來 臨床上看起來也是這樣 就是還可以接受 所以其實放療後做也沒有關係就對了 對不會有太大的副作用 或是美觀上太大的影響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再次的熱烈的掌聲謝謝張醫師 今天很精闢的講解乳癌的放射線治療 謝謝